你在给室友当恋爱军师的时候 发现女方也有个军师 两个人不断出毛话策之后 发现对方势均力敌 还一起发生了些小缘分 最近假期到了 瑶瑶知道你家里是开超市的 想请你帮个忙 嗯 就是 这不是马上要放 是一小长假了吗 我想找份兼职去做 你家不是做生意的吗 那给我找份兼职 应该不难吧 你想了下 提到 想找兼职还不简单 放假去我家超市上班 一天八小时 日薪两百起步 她眼前一亮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做什么 也就是因为待遇好 所以基本都不缺人 不过有我出面的话 给你找份轻松的岗位 完全没问题 保证让你坐着 就把钱赚了 那说好 等过几天放假 我去跟着你了 不给我安排好 我 我跟你没完 和你告别后 她转头就来到了 徐静教授的办公室里 妈妈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 这不是马上就要放小长假了吗 我这次放假不想回家 有个超市的兼职要去做 徐静一愣 你通过什么促进走的 有一会儿 嗨 就是一个同学帮忙的了 他家里是开超市的 徐静来了兴趣 同学 你哪个同学 就是妈妈 你之前在试探看到的那个 徐静听后 伸手点了点她额头 你那试奔着兼职锻炼去了吗 妈妈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女大不中流啊 摇摇尾七八八 嗖嗖嗖脑脑袋 妈 哪是你说的那样 我 我和那家伙 就只是普通朋友 嗯 普通朋友 好吧好吧 经过她的一阵阵软模营泡 徐静总算被说动 还是答应帮她摆平 爸爸摇天号那关 计划通 而你这边 那个老妈 我一个同学放假 这几天要找分件职 我就答应让她 去我们家超市做几天 电话来头疑惑 虽然这事很简单 但让好哥们来家里打工 会不会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啊 那个妈 谁跟你说是男同学了 啊 女同学啊 怎么样 性格好吗 长得漂亮吗 嗨妈 人家就是做几天兼职 问这些做什么 也就是学习好性格好 长得好 臭小子 明知故问是吧 少废话 必须把人带回来给我看看 不然 我把你卡全冻结了 几天后 我来到假期 一开着车去接瑶瑶 结果发现这家伙 在管小处东南西望的 生话被别人给发现 放下车窗 你这是在做什么 瑶瑶松了口气 哼 你管我 他其实是害怕被室友们看到 要是被知道 他上了敌方精修的车 还跟着他回家 到时候 有十张嘴 都解释不清了 上了身后 你伸出右手 还没做什么 他立刻警惕 你干嘛 我跟你说 你这样乱来 我可是会生气的 你翻翻白眼 乱来你大爷 我就是想提醒你 把你再提上 多大的人了 这点意识都没有 还活得那么严实 因为我稀罕 摇摇笑脸 瞬间涨红 真的好气 臭小凡 不稀罕 那上次逼动我的时候 为什么看一眼 耳朵都红了 口是心扁的男人 不对 我想这些干什么 呸呸呸 这家伙怎么想 心不想 关我什么事 一边开车 一边问 真不怕去我家 被我妈误会 妖戏捏着拳头 比划一下 你之前答应过我 给我安排工作 现在问这些 是不是想反悔 你送送金 行行行 那我不问了行吧 刚说完 妖戏却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呛脸一红 你刚刚喊我什么 瑶瑶啊 怎么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喊你名字都不行 我 这个 好不好 随便你 一路上 话都不敢再吭声了 这家伙突然这么叫他 总感觉心里慌慌的 为什么偏偏从你嘴里 说出来 会让他感到怪怪的呢 对了 你把叔叔的车开走了 他还怎么用车 这还得拖你的福 这可是我爸 专门开着出去谈生意的车 我之前找他 要了好几次都没撑 一说是接你回家做客 他立马答应了 亏他以前还说什么 除非是我找的媳妇呢 不然别想弄他这车 瑶瑶的根子都红了 看这家伙若有若无的笑意 得了 又是故意的 你给我解释 那么清楚做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不要脸 等到了你家父亲 瑶瑶有点后悔了 明明是找工作来了 怎么这一下 整个见家长似的 哎呀 不对不对 什么见家长 乱想什么呀这是 大家门口后 瑶瑶真的好好扭拈 走一步退两步 一声不吭的 唉 你别那么怕 我妈又不会吃了你 而且 我已经跟她特意强调过了 她知道分寸 不会让你难堪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什么叫分寸 阿姨不会乱说什么的 你胡说什么 你摊摊手 咱们都是新时代的年轻人 有些东西 大家懂得都懂 我妈他们那一辈的人 看到孩子跟一切种性了 皆会以为是在耍朋友 我的意思是 我已经特地跟我妈强调过了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她不会乱说话 让你难堪的 听解释的这么清楚 女方军师不知道为何 忽然又有点不开心了 这又是闹得哪门子脾气啊 哼 要你管 转过身去 你最要上扬 记忆话通 刚才就是故意解释的这么清楚 来试她反应 与女军师的聪明劲 肯定能看出来 这样都能中招 那说明了什么 嘻 鬼机多端的臭家伙 门铃暗墙 你把瑶瑶唠到身前 喂喂 这是干嘛 没啥 你是客人 怎么能在我身后呢 得在前面 喷嚷门打开了 哎呀 欢迎欢迎 这就是消烦的同学小瑶吧 温秀眼前一亮 而她真没骗她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快进来 正好阿姨也做了一大桌子菜 那个阿姨 我 我还给你带来点小礼物 其实她是觉得 既然让人家安排工作了 那送点礼物表示礼貌 是必须的 肯定没有别的原因啊 结果后面的你 扬扬手里的东西 妈 这是瑶瑶给你买的服务品 哎呀 你看这姑娘来就来 还买什么礼物呀 说完 邀请瑶西进门 好像忘了个人似的 你站在风中凌论 妈 我还没进屋啊 对对对 小凡还没进来呢 瞧我的记性 让瑶瑶看笑话了 等到吃饭的时候 温秀格外热情 对你则是各种存在 臭小子 赶紧给小瑶倒杯水 在这处置干什么 你当你也是客 不是啊 这到底是谁家呗 旁边的瑶西 得意满满 看了眼泥 无意间碰了一下 感觉被电死了 气氛有点怪异起来 大家都想起了 之前看那个过的 那本《蠻捏女人的100个小技巧》 上面就记着有一条 女生在接男生递过去东西的时候 只要不反感身体接触 那多半就是有好感 当时俩人还着重讨论这一条来着 也要很慌 谢谢小凡子 不是 你喊我什么 小凡子 我看阿姨也这么叫你 我们是同学也是朋友 这么叫你应该没问题吧 你看他反驳 可旁边的小妈 却笑得很是开心 没问题没问题 他瞪了一眼 你这孩子是什么眼神 小凡本来就是你的小名 要要这么叫 是把你当好朋友 历练无语 看来回了家 自己的优势反而没了 局势已经逐渐 超女精神那边偏离 这可不妙啊 等吃过饭 温宇笑笑呵呵的 好孩子 在客厅坐会儿 阿姨去给你说是房间 等明天带你去安排一份 轻松点的岗位 阿姨 我 我还是不过夜了 嗨 你这孩子 不在阿姨这故意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能去哪啊 放心 你打个电话过去 阿姨来说 很快电话拨通 温宇笑拿着电话进了房间 两位妈妈不知道聊了什么 总之 出来的时候扬了扬手机 好了 你妈妈那边说了 你放心在阿姨这边住着 啊 真的啊 自己当初去老妈那么久 才磨下来 可以出门做兼职 怎么消贩妈妈五分钟 就搞定出门过夜了 其实姚妈能答应的理由很简单 肖家也算 咋的也大 说服家长互相通了底气之后 心里就有数了 温宇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 徐静也相信女儿 不会真做出格的事 最后的商定就是 女儿这几天住在肖家可以 但要麻烦温宇这个家长 看着这两人 第二天 肖妈领着你们到超市上班 安排着工作室 购物车的退车员 林左前还叮嘱道 儿子 你可要照顾好姚西 他要是累了 你就多帮忙 你这孩子 试试后 好好锻炼锻炼了 等肖妈走后 姚姚先是惊讶 原来岩江市 开了这么多家的 浩天进超市 是你家的呀 让我看一下你 臭小凡 让你给我安排工作 为什么你自己也跟着来了 还非得跟我挨在一起 你摊他手 还不是我妈 让我工作的时候照顾一下你 免得你闹出什么笑话 姚姚好气 阿姨给你的任务 明明是听我的话 现在就是你小凡子 赶紧跟着我去收车 不就是收车吗 你以为我不会 小凡子你别狂 等生完车 由于不是购物高峰期 很快没事干了 你看着购物车 忽然有个想法 那个姚姚 要不你坐上来 我推着你玩会儿 她眨巴眨眼 其实刚看到购物车 她就有这种想法 但大家都是大学生了 这么玩还不得被笑死啊 这不太好吧 我们现在可是上班 你拍了拍购物车 现在不忙 咱们只要能把车子 收拾整齐就行了 别怕 上来 我推着你转两圈 可以是可以 但我们得在框框的地方 不能影响别人 嗨 你以为我不知道 少废话 再不上来 我可就不推你了 不行 你说了就不能反悔 看着他B3开来的长发 你皱着皱眉 这么玩的话 头发得绑起要小心 你先等会儿 我去买点东西 说完转到到了超市 买了个皮筋 夭夭疑惑 你做什么呀 你这头发有点长 还是绑起来安全些 待会儿万一 夹到什么地方怎么办 夭夭敲脸一红 那我自己来就行 大天空中下 任个男人生 给他绑头发 这手什么了 自己绑得绑什么时候去 而且还不一定绑得好 听话 把头转过去 哦 但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不对 我为什么这么听话 后面的你 已经忘记他绣发 认真梳理整齐 妖西有点吃味 你为什么会这么熟练啊 是不是给其他女孩子绑过 而且不止一次 你点点头 没错 我确实给其他人绑过很多次 一般女孩 说不定都没我记住好 听到这话 她心头一读 有点难受闷闷不乐的 嗨 你怎么不问 我是给谁绑的 你给谁绑过 杨阳下意识问完 马上别过头心哼一声 你给谁绑头发 关我什么事 我才不感兴趣 反正以后 我都不要你绑 嘿 你不问 我还偏就要说 我之前给我妈绑过 她有时候工作忙 心疼她 就主动给她绑过几次 不过 刚开始技术太差了 歪歪斜斜的 但我妈可喜欢了 逢人就说 是她儿子给她绑的头发 听完 腰腰眼睛一亮 等等 不对 这个家伙 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说 是给阿姨绑的 却非要故意让她误会 真是 又在跟我玩套路 腰西嘟嘟嘴 踩起腿 往你脚上一踩 你踩我干嘛 哼 你管我 我就踩 说完 又踩了一脚 等等绑好头发 她坐进推车里 你微微一笑 抓好了 我们要出发咯 哇 臭小粉 你别那么快 我怕 没事 我会保护你的 这会儿 外面一个女人 带了几个小孩走进来 你这叫狗奇 故意推着 凑到小朋友们面前 老师老师 我也要坐车车 我也要 我也要 你老师看了眼你们二人 拉拉拉几个孩子 你们已经上大班了 不是小孩子 不能坐 一个小男孩 还能拿头 可是老师 那个大姐姐 都那么大了 为什么都能坐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大姐姐不会走路 大哥哥才推着她的 瑶瑶瞬间 面红耳赤 你你你 你故意的是吧 跳车就要给你批命 你一见钟 撒腿就跑 臭小粉 你给我站住 到了下班的时候 她累到不行 揉着肩膀一脸郁闷 哎 这工作好玩是好玩 就是经验人太多了 瘦瘦瘦瘦瘦瘦 手都酸了 你笑了笑 怎么 这才第一天 就坐不下去了 瑶瑶双手插腰 傲娇道 既然我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一定会好好做完 几块半途而废呢 小凡子你呢 上班了一天是什么感觉 你坐总监 很轻松啊 累了我就坐在来休息 无聊了就玩手机 实在不行还能逗逗你 不是挺有意思的吧 不是 你把本小姐都乐子来逗了吗 我不要面子的吧 喂 好气 离开超市后 你正想要不要带瑶瑶去那里玩一玩 是有冷风这时候打电话过来 喂 凡哥 我和正明在你家超市附近玩呢 你要不要一起来 正明说瑶瑶好像跟你在一起 让你带她一块 你听出来了 冷风的语气带上了一次怀疑 毕竟之前 瑶瑶为了能在外面住 说服父母的理由是 住在规避正明家 结果现在没住城 让冷风和正明两人都怀疑上了 这俩军师 该不会都已经上战场了吧 挂了电话后 你和瑶瑶一商量 觉得眼神反而容易暴露 少女双双报销 小凡子 待会见面时 你可别乱说话 让正明误会 不然我跟你没完 你别别嘴 你怕你姐妹误会 我也怕我兄弟误会啊 毕竟我之前 可是在她们面前吹过牛 身为精神 绝不上战场 瑶瑶念了念拳 我也说过这话 所以待会儿 可不能对我做点什么 你点点头 好呀 等下见面时 我不对你做什么就是了 瑶瑶跟上你的步伐 可越前越不对劲 自己和这家伙 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去避免 让人误会呢 哎呀都怪她 这些天老是套路撂她 等上了输入车 司机很热心 小伙子啊 这是准备带女朋友 出去玩吗 瑶瑶慌忙解释 师傅你误会了 我和她才不是什么小情侣 这时 你忽然注意到 她头发有点乱 失手帮我捋了捋 将料还说了一些 瑶瑶肉眼可见的神问 喂你 好了 你收回手 装走无事发声 她好戒 呵不得跑上去咬人 这什么人啊 哪有这样忽然就撩人的 关键是自己心跳 刚才还突然加速了 是怎么回事 我真没有 师傅从后视镜 默默看着这一期 笑而不语 就这你跟我说没关系 得到了目的地 你先下车 给瑶瑶开了车门 很是绅士 可她下车时 差点撞到你身上 小手羞倒推了你一下 你站这么近干嘛 笨蛋 你叹气 哎 好心都当驴干费了 我就当驴干费怎么了 话刚说完 瑶瑶就发现了不对定 转头一看 接对面的真明和冷风 此时正一脸猝恶看着你们 冷风的老头小声道 我怎么感觉凡哥 和你姐妹的眼神 有点不对劲啊 真明还是赞同 气质不对劲 都可大死了都 这俩人没关系 谁信啊 妖气中的无事发生 来到面前打绕户 真明 你不老实哦 居然自己跑出来约会 真明嘴角封上扬 挑给哪去 说几不老实 我可比不上瑶瑶你呢 瑶军师不是说 不上战场吗 我怎么在你身上 闻到了一股硝烟味 呵呵 她赶紧转移话题 你们打算去哪玩 咱们快点出发吧 就拉着真明 匆匆往山的方向走去 此时冷风反反反你肩膀 凡哥你老实交代 为什么和女性军师混在一起 一旦点解释 她让我帮她 找一份兼职工作 我想着 既然是真明的姐妹 而我们又是兄弟 所以就帮她咯 但你说巧不巧 我妈也想让我在假期里锻炼一下 就正好和她一起上班了 冷风一脸无语 凡哥 我虽然没你聪明 但也不是笨蛋好吧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们这俩军师 该不会斗着斗着 互相对上眼了吧 你有点挂不住 冷风啊 你这地方选得不错 环境多好 适合花旋月下 等到了山上 走了半小时你们停下 真明招呼冷风给他拍照 一米西的人拍出来一个一米五似的 果不起来 等冷风拍完后 真明一看照片 瞬间眉头一皱 这照片里真的是我 菜就多烈 冷风尴尬不已 忽然想到什么 眼前一亮 对了 我凡哥会拍啊 上次有几个女生 找凡哥要联系方式 用的借口就是 让凡哥给他们拍照 结果因为技术太好啊 人家女生非得 加上联系方式才让走人 她不说还好一说 瑶瑶顿时皱起眉毛 嗯 你说什么 真明呼吁 瑶瑶 你突然那么激动干嘛 那什么 我的意思是既然如此 当时冷风 有没有被人要联系方式 我替真明问的 你真是太笨了 没想到这点吗 冷风赶紧摇头 才没有呢 我们几时外出 妹子都是找凡哥的 毕竟谁让他长得帅 贵的花样又多 别提 有多数女孩子欢迎了 这时一个路过的女生 听到你们之间对话 走了过来 帅哥 你朋友顺女拍照剧书好 是不是真的 能不能帮我也拍几张 你苦下探手 别听我朋友啥说 我的水平也就一般 甚至是要打你手臂 你不动声色 后腿不强调躲开 不好意思 我怕我女朋友看到 会生气 心里是早就把冷风 给骂翻天了呀 这家伙 说话就不能说完整点吗 我每次都拒绝了好吧 这样啊 那好吧 女生只得信心离去 看到你这不处理 冷风早就习惯了 真明泽略性惊讶 至于瑶瑶 嘴角疯狂上扬 比AK都难压 小凡子 要不你过来 给我们拍照照呗 冷风真明同志愣住 瑶瑶 你刚才喊他什么 妖息眨眨眼 我和他也算是朋友了 朋友之间互相喊小明 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你呵呵一笑 再乱叫 我头给你打歪 所以说 这俩人绝对有问题吧 俩军师真看对眼了 瑶瑶鼓起脸颊 让你给我们拍张照片 这么凶感吧 请人帮忙 就有请人帮忙的样子 叫凡哥 不然免贪 你让我叫你什么 凡哥 你满意点点头 叫得还不错 手机拿来 瑶瑶好气 你这个人 真不要脸 在冷风和真明的 怪物光中 你接过手机 瑶瑶给他拍了两张照片 角度和姿势都绝美 让二人都忍不住 近乎出声 拍的还可以啊 有一说一 确实不错 而接下来 你们继续爬山 终于在夜不降临的时候 抵到了山顶 真明提出 要跟冷风找个地方 一起去看星星 等二人走后 你看了眼 呆坐着的姚西提到 要不咱们也去 走个队看星星 听说今晚会有流星 咱们说不定 一句好就碰见了呢 要要听完 脸颊微红 看看就看呗 来到一树露天园台 坐下后 周围都是依偎在一起的 男男女女 只有你们分着坐开 很是另类 姚西转头看了你一眼 眼神对视后 马上红着脸一开目光 聊聊点什么 咱们总不能就这么 干坐着吧 你抬手指向天空 就聊这天上的星星呗 你说我们在山顶 看这些星星 每颗都是这么耀眼 给着一种遥远 又却又近在眼前的感觉 我们今晚将这景色 记在心里 算不算拥有过它 也要嘟嘟嘴 白了你眼 好端端的 发生莫文青病 你微微一笑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已经与这些 美丽的星星错过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这些星星 万千年前就留下的痕迹 它们早就不存在了 我不喜欢遗憾的感觉 所以遇到美好的东西 结果想办法抓住 哪怕用些套路 姚西轻头一跳 你莫名其妙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一不动声色 往他身边挪了挪 姚姚 你看东边那颗 一闪一闪的 传说中叫幽明星 你喜欢吗 少女一愣 但还是点点头 星星那么好看 我当然喜欢啊 哦 我知道了 你这叫上阳 又悄悄靠近了点 姚姚 我也喜欢看书 话落 身为和你旗鼓相当的军师 马上听懂了你的意思 记得这家伙的ID就是 幽明摩地 脸色同红 你脸皮深厚 我说的是喜欢天上的星星 还有你坐远点 你送送间 我说的也是天上的星星啊 而且我喜欢看的书 就是些古书 比如书中 窈窕之女 君子好求 这种古词之句 遥遥越听越害羞 嘴上一边说着 让你别靠近 可身体却根本没躲 此时 冷风和真名躲在不远处 还是能听到这边动静的 真名一点玩味 我现在总算明白 温雅贤的话了 军师之间玩暧昧 那真不是一般的高端局 冷风也疯狂点头 确实是傲 给人一种似动非动 但又很甜的感觉 不愧是我凡个 镜头拉回 姚姬剑 又不过后脸皮的你 双手伸的圆台 往旁边挪了挪 你见状也有样学样 瘦子撑着也挪了挪 但手艳却刚好 按在了一只柔衣上 至于是不是不小心的 或许只有你自己知道 又或者说 只有你们俩知道 姚姚没抽回手 而是默默看着天上的星星 你手指不了时勾了勾 你觉得天上的星星哪些好 你喜欢它们什么地方 姚姚说话声音都变软了 哼 那哪里都不好 坏坏的脸皮还厚 哪里都不好你还喜欢 谁说我喜欢了 刚刚你自己说的 不信我给你放录音 你这人居然入役 骗你的真笨 小凡子你才笨 再小凡子小凡子叫我 信不信头给你打歪 哼 小凡子 夜空的景色很醉人 然后忽然开口 小凡子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他犹豫地试探你 你咳嗽一声 弹弹手 看你咯 听到这话 他小心脏 扑通扑通一针跳 心无脑到的脚 你说什么 你只是要上你的眼睛 一脸认真 我说 我们会是什么关系 看你怎么说 他下意识想召手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可你却召着他的手 瑶瑶 我认真的 哇 少女发出一声悲鸣 还能是什么关系 你都那样试探我了 我也对你 总之 这个答应应该是你给我猜对 哦 那就是男女朋友了 不得他反应 凑上去点了一下他的脸颊 这就是我的答案 你满意吗 哦 正记不难保住 CPU都快烧了 小小凡子这个大胆的家伙 刚刚在他做了什么 可 可这种心跳加速 小路乱中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 刚才我答应了 没有删 话还没说完 你又别急一下 站起来 一个小粉犬就要扫过来 你转身就跑 嘿嘿 打不到 小凡子 你给我站住 两个身影在夜空下 隔不耀眼 冷风和真名对视野 这就是你们家军师 怎么自己上战场啊 好了 恋爱就是战争 第一季的故事 到这儿 就告一道罗拉 完结撒花 本作也是一个非常甜的恋爱小故事 后续男女主角呢 也会有更多的欢喜愿家剧情 对后续剧情还感兴趣的 可以在悟空浏览器手机端搜索 恋爱就是战争 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了 目前进入对应原作第58章 现在已经更新了30多万字了 大家可以自行查阅哦 那么我是猪猪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